哈喽大家好 在上一个视频中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复文本编辑器 在评论中呢 就有人反馈了 他希望看到一个markdown的编辑器 实际上呢 我个人也很喜欢使用markdown的编辑器 但是呢 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做某一些项目的时候 那你很有可能就必须去用 复文本的编辑器 因为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使用markdown 一般的一些极客 或者是程序员 以及互联网行业的工作者 他们呢 可能会喜欢markdown 因为它呢 比较简洁 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markdown的话呢 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 我有介绍它是什么 以及怎么编写markdown 那我在这个视频中 要给你介绍的是 使用GS编写的markdown编辑器 它全部是我们在编写一些站点 比如说论坛啊 或者是内容系统的时候 要做一个输入才会用到的 并不是在操作系统上直接使用的 当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在未来再做推荐 我们来看第一个 edit 它是一款非常简洁的这种编辑器 也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我们来点开它的github站点 这里面提供了两个链接 它说它是一个markdown编辑器 我们看它readme的时候呢 它会说这不是一个可见机所得的编辑器 是一个文本的markdown编辑器 然后呢它使用了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看它的使用方式呢 和之前所说的编辑器的使用方式都是一样的 引入它的css和gs的文件 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编辑器对象 对吧 然后渲染在某一个容器的id或者是name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点击这个链接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界面 看起来非常的清爽 上面是工具栏 中间呢我们可以输入一些markdown 然后呢点击这个小眼睛就可以预览了 再点一下就切换回来 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 王爵的小黑屋 预览这边就是可以呈现的 当然呢你也可以去加一些图片 或者是其他的元素 那这里呢我就不添加了 同时呢在右下角会有它输入了多少个文字 以及当前在多少行总共有多少行 如果你喜欢这种简洁的风格的话呢 可以尝试一下它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叫tui.editor 这个编辑器呢也是我在无意间发现的 它的样子呢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编辑器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并且呢也非常受欢迎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超过7000个star 并且呢是mit这种协议 很多的开发者其实都会倾向于使用mit这个协议 因为它开源一款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给别人去使用的 最近更新的是16小时前 也就是持续在维护非常活跃 从它的这个简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markdown的可见及所得的这种编辑器 并且呢它支持这个gfm 这也就是github flavor的markdown 对github这个markdown的支持特别好 因为github的markdown和标准的是有一些差别的 它还支持图表和umr 那下面呢有它的一个介绍 使用起来的效果呢是这个样子的 再往下翻呢 有它对浏览器的一个支持 几乎是支持所有的浏览器 那更详细的呢是它的其他的一些介绍 我们直接去它的官方网站看一看 进来之后呢 它这个页面做的还是挺炫的 然后呢 它将github的那个readme 在这里去展示了一下 使用它的一个样式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这边呢是它所有的一些扩展 它的插件支持 这是它图表的一些扩展 以及umr的一个扩展 这里可以展示出来它umr的一个效果 一般我自己是不太在这里面写umr的 可能我不太熟悉 如果你用到的话呢 或者是你在某些项目中 使用到比较复杂的这种功能的时候 那就可以尝试这种 比如说我们在项目里面要展示一个图表 并且呢使用了markdown 也就证明了这一款markdown的编辑器呢 是非常强大的 这里呢 它也是支持插入一个图片的 但是呢 虽然它这里面可以选一个本地的文件 那我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 因为呢 它选一个本地的文件 默认是用这个base64的方式去存储的 在这个地方会特别的卡 当然呢 你可以重写这个本地的文件上传 上传之后呢 上传到你的服务器 最终得到一个url链接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要想看到它更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api examples 在这个地方呢 有它详细的一个函数怎么调用 以及所有的类 这边呢 有它的所有示例 我们可以点击demo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子 那这款编辑器呢 可谓是大而全 如果你特别追求一些复杂的功能的话呢 就可以基于它去实现 并且呢 有很多的扩展可以使用 这里面有它的一个代码 也是一样的 引入它的js和css文件 然后呢 使用一个容器 对吧 下面再创建一个markdown的编辑器对象 然后呢 配置一些参数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第三个我要给你推荐的呢 是editor.imd 这个呢 也是在中国人开发的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项目 我们来点击进去看看 它呢 它也是有超过6000个start 但是呢 最后一次更新已经在2016年了 也就是大概两年已经没有维护了 所以呢 如果想要一些新功能的话 可能就并没有 由于它是纯中文的 我们直接可以点到它的这个 github的这个主页里面去 它的特性呢 它这里面说的也非常明显了 功能非常的多 有图片 跨域的上传 以及数学公式 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功能 如果你喜欢中文的软件的话 也可以尝试它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有表单取值时间图片上传这么多的东西 那这是它markdown的一个预览 我们往下翻一翻 非常强大 它的开源协议呢 也是mit的协议 所以呢 你使用起来不用担心 但我个人觉得呢 这款编辑器可能会有一些重量级 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比较轻量的简单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可以尝试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呢 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叫 Canner Slate Editor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 它也是最近还在更新的 虽然star数并不是那么的高 这个呢 好像是一个台湾的同学去实现的 它的功能呢 和其他的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在那边说有超过20个编辑器的特性 有markdown语法的支持 快捷键的支持 还有全频以及这个序列化 HMR和反序列化 复制粘贴以及工具栏 那么使用的其实和前面都是类似的 我们点到这个地方 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我们当前呢 在它这个simple demo里面 看起来像可见机所得的那种markdown编辑器 我们尝试在这里面写一些东西 比如说山竹宝宝 太强了 那我们在下面呢 可以再写一些东西 比如说王爵的技术小黑 它对中文的支持好像并不是很好 我们来写英文吧 Hello world 然后呢 按一下快捷键加粗 对吧 加粗便携 都是可以的 不过呢 它还在持续更新 这里面有热键的支持 这是它的快捷键 挺全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编辑器 我们再点开看一看 这个呢 也就更加的简洁了 肯定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双击的时候 也竟然没有弹出来 但是呢 可以按快捷键 当然呢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再写一些 比如说二级标题 Hello world 都是可以的 这个序列化html呢 那就是将我们左边用markdown写的这个语法呢 生成一个html的预览 有可能你会用到 这里呢 是它的一个图标列表 这些图标呢 都是可以去更换的 通过使用这一个编辑器的话呢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bug 因为它呢 出来的时间也并不久 但是一直都在维护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可以看看它的地址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那这个编辑器呢 叫pen 它呢 有点像我们上一次介绍的那个medium 那款编辑器 但是呢 它是一个markdown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 有超过4000个star 那一年前它有做更新 进到它的这个网站里面 在这一块呢 是它的一个编辑区域 左边好像有一个按钮 点击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个呢 这个是是不是切换查看 markdown的这个原代码 这个按钮呢 是跳转到一个markdown原码的这个界面 当我选中某一段的时候呢 它会弹出一个工具栏 是不是特别像medium那个edit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image h1 h2 让它变成一个h2 我们再选中这个 那上面可以加下滑线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种极简的风格的话呢 可以试试这个叫pen这个编辑器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 第六个编辑器呢 叫medit 这个呢 是我在设计 太阳那个博客系统的时候 也在使用的 当然呢 我修改了它的这个UI界面 我们来看看 那这款编辑器的话呢 它本身是支持这个macOS 它是一个桌面端的 同时呢 它把这个web端的开放出来了 因为它使用no.js去编写的嘛 相关的功能呢 也是非常的强大 几乎该支持的都支持 网页版的预览地址呢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了 现在呢 这个地址其实是一个download 下载一个macOS的版本 所以你要使用这款编辑器的话呢 你可以打开这个地址 npmgs.com 里面有个package 叫medit 在这个地方呢 有它过去的一个文档 也就是如何去使用它 网页版的这个markdown edit 我呢 也是根据这个地方来的 但早期 其实它readme里面已经写了 但现在的话 作者已经不维护了 我是觉得还挺漂亮的 所以呢 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但是呢 如果你的功能特别复杂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自己去重写一些东西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编辑器 那他们的名字竟然起的一模一样 这个呢 在做开源项目的时候 尽可能的去避免 因为你起同样的名字 别人在搜索引擎上去搜索的话呢 就很难知道是你的还是另一个人的 也就会导致跳转的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edit 这个呢 最新的维护时间是2017年 虽然star数并不多 但我尝试了一下 它是一款就像它自己所说的 轻量级的markdown编辑器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看 效果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段markdown的语法 然后呢 点击预览 就可以看到一个渲染 可以获得markdown的代码 以及html的代码 如果你要做一些二次开发的话呢 你可以用它 比如说我自己要做一个产品的时候 可以参考它的原代码 下面呢 有它的一些介绍 包括常用格式 以及快捷键 还有其他的一些介绍 那么OK 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给你推荐了 七款markdown的编辑器 当前的这个幻动片的地址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为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还知道 其他更流行的一些 JS Markdown编辑器的话呢 同时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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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